锤头磨损不可避免,但磨损过快,外频率过高,就要检查下问题所在。 今天分享五个影响锤头寿命的因素。 首先,锤头的材质。 常用的有高猛钢,高个铸铁,低碳和金刚。 高猛钢韧性好,价格低,耐磨性不稳定。 高个铸铁耐磨,但韧性低,易断裂。 低碳和金刚硬度高,韧性好,但加工技术很关键。 其次,锤头制造质量。 如果表面或内部制造中存在缺陷,如锁孔、裂纹、穿筋等会降低锤头性能,甚至会造成断裂。 因此,在生产中必须制定合理的铸造和热处理工艺。 第三,破碎机的技术参数。 主要是转子体的功率和转速。 第四,破碎机中各部的间隙。 主要是指转子体与破碎板、B条及给料管的间隙,以及锤头之间的间隙,这些间隙尺寸关系到是否有机料。 最后,破碎机给料情况。 主要包括入料力度和硬度。 破碎机的给料方式。 更多破碎机难点问题,欢迎留言沟通。